我是你的光 牵你肩膀 让我们一起向前看 乘风过老 旧奔向胜利的方向 肩并肩张开我们的翅膀 天空翱翔有手中的桥 驱散黑暗 决心吧 当力量 变发出心机伸张 因为你在身旁 用心变成乐观 爆发出炙热的火焰能量 捕捉住每一种奇异幻想 决心吧 当力量 变发出心机伸张 我和你一定能完成梦想 第22集 与龙之力大爆走 欢迎来到星兽猎人世界 为了对抗到处破坏的恶兽 人类与星兽定下契约 成为星兽猎人 一起对抗恶兽 为了升级星辰手里的一级星兽神枪 我们去寻找能帮助我们的星兽天马兽 竟进为二级星级神枪 就有了连射的能力 不仅能提高兽能弹的射速 威力更是原来单射的好几倍呢 大家往更强的星兽猎人宝座 耐劲吧 上集 受到打击的西亚和东阳 在脚年兽 极丰兽的鼓舞下 重新振作 成功解除了危机 另外一天 星城 兰叶因为受到诺迪误导 被吸进了突然出现的幻兽门中 情况十分紧急 这里是哪里 可恶 还是中了诺迪的圈头 这里的气味怪怪的 这里应该是幻兽门的内部 幻兽门的内部 大家小心 我感觉有恶兽靠近 有怪物出现吗 有恶兽 有恶兽 大家准备作战 冰虎兽 变身 星兽猎人 来到 冰虎兽 星兽将冰 星兽力量 变形合体 冰虎星兽神枪 电击兽 作战吧 星长 我也想战斗 明明我更强 太炎兽 乖 你当做起 好吧 变身 星兽猎人 来吧 电击兽 星兽敲米 星兽力量 变形合体 电击星兽神枪 最跟 Main 插兽 太炎兽 victory了 炎兽的力量 太炎了 好好吃 groceries Corps 浪费 在分身后有真身和假体 只要找出他的真身 就可以击破了 小心 他们开始进攻了 速度更快了 啊 竟然冲破兽能弹的攻击 啊 啊 吸筹 剩一弹对他们没有用吗 啊 蓝叶 你怎么样 蓝叶 醒醒 喂 蓝叶 没事 你这家伙 吓到我了 分身兽确实很强 但我已经想到对付他们的办法了 是什么方法 我们一起收拾他们 好 我们行动吧 jag 你还是很强 不行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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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passing 工作 咤 两只都不是真身 那就只剩下右边那只是真身了 我们只要集中攻击它就好了 目标锁定 手轮弹 发射 哇塞 成功了 是的 成功了 一口气就全部消灭了 真简单 恐怕 没那么简单 出口在哪呢 我们迷路了吗 难说 怎么样是它 这情况我早就料到了 分身兽 不是被我们消灭掉了吗 没那么简单 才刚刚开始呢 我不是在做梦吧 刚才明明是分身兽 现在怎么变成冰狼兽 藤万兽和爆炸兽了 分身兽已经升级了 除了分身 还可以伪装成别的恶兽 天马兽 上吧 切放兵兽 天马兽 天马兽 精兽变形 来到 星级枪柄 顾 炫风合体 剑,"金兽猎猎人",生气完毕 兵狐猩猩猩枪 似三弹 炫兽 撞拳 獻出狂真身吧 啊 竟然把獸能蛋挡回來了 南夜 看野獸 輪到你上場了 來吧 好 衝吧 追吧 看野獸 連馬獸 行獸變形 來吧 行極槍兵 旋風合體 變身 行獸獵人 衝擊完毅 看野消極神槍 獸能蛋 旋風裝潔 獸能蛋 連射 那是什麼 哇 我的獸能蛋被動住了 是冰狼獸的攻擊 冰狼獸又開始攻擊了 好強的寒氣 電擊獸 快躲到一邊去 不行 我們是搭到 聽話 這次的惡獸太強大了 很危險 不可以 我們要並肩作戰 說什麼呢 快走開 不 行獸 可惡的惡獸 再見了 行獸 我 要保護行獸 不 不 電擊獸 電擊獸 可惡 把 新生燈 行獸體內的獄龍之力爆發了 難道這就是 落地的陰謀 不 可惡的惡獸 竟然一再傷害我的同伴 不可原料 我的腳 行獸 危險 行獸 不好 行獸的腳被動住了 我要去救他 行獸 嵐 不 可惡 招出 進步 封 這樣 自身燈 可惡 成果 不行 星辰的玉龙之力爆发了 玉龙之力怎么像是被吸出来的 天空在消失 这里面满满都是玉龙之力了 星辰 星辰 凯严兽 你 要干嘛 凯严兽 住手 电击兽 不好 凯严兽失去理智了 凯严兽 快住手 我们都是你的伙伴 凯严兽 你给我站住 螳币聚钱 螳螂兽 是海德先生 海德先生 你们来了 我已经制服凯严兽了 但不能维持很久 蓝叶 星辰 星辰怎么会变成这样 星辰的玉龙之力失控了 导致凯严兽变成这样 我感觉到了 我也感觉到了 那股力量在试图控制我们 要尽快解决凯严兽的问题 大家小心 凯严兽起来了 没办法了 要帮他冷静下来 脚岩兽 天马兽 去吧 脚岩兽 天马兽 精辞 灭起 来了 星级枪柄 旋风合体 变身 星兽猎人 升级完毕 咬颜星级神霞 兽冷弹 旋风装铁 颜风力裂 颜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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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把凯严兽控制住了 但是不能维持很久 螳螂兽 轮到你了 光线牢笼 这些招式 都无法撑很久 我们必须想出解决办法 我们必须想出解决办法 这些招式 都无法撑很久 星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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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凯颜兽 怎么变成这样 星城 你的御龙之力失控了 凯颜兽 也被你的御龙之力影响了 已经变得很疯狂 充满攻击性 大家小心 凯颜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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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城 不要过去 星城 那已经不是你认识的凯颜兽了 不能冒险 不 凯颜兽 永远是凯颜兽 我一定会让它变回以前的样子 凯颜兽 你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我是星城 你的伙伴 我们曾经并肩作战 你没有放弃过我 我也没有扔下过你 星城 我们还可以再合作一次吗 当然可以 我们是他的 你们先走吧 我来挡住他们 我还能站到 看颜兽不走的话 我也不走 我不能丢下同伴 今天 我也不会丢下你 还有我 凯颜兽 星城 凯颜兽 你没事了 我们的凯颜兽 终于回来了 星城 你干嘛哭 发生什么事了 凯颜兽 你不记得了 我只记得我们被恶兽围住 然后我生气了 就攻击了他们 凯颜兽 你只记得攻击了恶兽吗 对啊 我很厉害吧 怎么样 难道不是吗 他只记得一些模糊的片段吗 没事的 凯颜兽 看来 只能去请教三元老了 三元老 你想知道如何解决 凯颜兽吸收负面玉龙之力的问题 这个 是我的兽兽 是我的兽 是我的伙伴 经常有我们的支援就足够了 我们一定可以找到圣凯龙团的 请相信我们吧 谢谢你们 那 你们可要多加小心哦 是 知道了 好 我们出发去圣山 为什么 我身边没有朋友 因为我是胜利联盟的少年天才 他们嫉妒我 那些人不配当我的朋友 我是要称霸兴兽世界的王 他们不能接受我 我要征服他们 毁掉他们 德卡斯塔 您要的东西我带来了 玉龙之力 不过我们还缺一样东西 看元兽 我们还需要开元兽 他这整个猎人世界中 唯一的善恶转变兽 可以无解吸收玉龙之力 必须得到他 下一集 星成等人为了见盛开龙团 前往圣山 不料却遭到了新兽们的围攻 这是为什么呢 与此同时 碧海和诺迪也出现在盛山附近 他们在策划着什么阴谋呢 请期待下一集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